第四百四十七集 原来是堂姐说了亲,我还不知道呢 白燕宇不想白鹤染同白珍珍被扯进来 不想那两人被人说了什么定了亲还要来摆花会的话 于是主动找话转移了话题 堂姐说了门什么亲 夜娇美没接这话,却是笑盈盈地问起她 表妹可还认得姐姐我 白燕宇赶紧点头 自然是记得的 然后停下来冲着夜娇美失礼 夜娱见过夜小姐 夜娇美赶紧伸手扶人 表妹快别这样客气 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客气可就生分了 还有,我是表姐,你是我表妹 做什么要叫夜小姐 你应该叫我表姐才对啊 白燕宇简直郁闷 这叫什么一家人 你姓夜,我姓白 我跟你算哪门子的一家人 还说什么生不生分 咱俩本来就是生分的 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说过一句话 这冷不叮的就过来拉手叫表妹 谁能不生分呢 可这话她只敢付费 却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 从小到大 夜家之危一直在她心头缠绕 都快绕出心里阴影了 以前她不敢在夜家人跟前乍刺 现在就更不敢了 因为她时刻都记着 是二姐姐带她来的 以她一个庶女的身份 是没资格参加这样的聚会 所以自己的一举一动 看在别人眼里 代表的就不光是她自己 还有她的二姐姐 故而 纵是再受不了 也再不解着夜娇美的故意攀亲 面上还是得笑着银河 燕宇实在不敢当 我只是白家一个不起眼的庶女而已 当不起夜小姐这一生表妹 夜娇美此刻正拉着白燕宇的手 听她这样说 就做出不高兴的样子 说你怎么了 都是姑父的女儿 就该一视同仁 你在我心里 跟金红他们是一样的 燕宇 我们从前见过 只是那时候啊 你还是个小不点 才这么高 她说着比良着 没想到一晃几年 如金晶也出落的这般水量 她看着白燕宇 眼里尽是笑 白燕宇想 要不是先前看到了 这位表姐眼里的不屑 或是换作从前的自己 此刻一定会很高兴 能攀上这样一门亲 可是现在她就理智多了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一个素来没有接触的 叶家嫡小姐 为何突然跑来认亲 叶娇美却不知她心思 还在不停地说着话 过去怎么少来少往 没想到今儿竟遇着了 我是表姐 年长你些岁数 便怎么说 也不能连个见面礼都没有 她想了想 自头上摘下一朵珠花来 几乎是强行地插到了 白燕宇头上 表妹带着这个真好看 全当是我送给表妹的 见面礼吧 表妹可千万不要嫌弃啊 白燕宇就有点懵了 这冷不滴地冒出来认亲就罢了 怎么还带送礼的 还根本不容拒绝 直接就插到自己头上了 这算怎么回事 她下意识地就要把那珠花往下摘 却被高了她半个头还多的 叶娇美一把给按住了 这一下 叙事劲使大了 按得她手指头生疼 不忧得哀忧一声 有几个离得近的人就扭过头来看 正看到叶娇美在小心翼翼地 帮白燕宇将珠花带正了 一脸瓷解模样地说 这珠花上面的珠子是北海产的珍珠 一共八十八颗 是去年生日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 你是我的表妹 表姐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你呢 给你东西自然要给最好的 乖 好好带着 你若惧不收 可就是看不起表姐我了 又或者是你嫌着珠花不够贵重 那我便拿回去 带回头我寻的更好的物件 再给你送到府上去 白燕宇真是不要都不行了 这一顶帽子扣下来 她不要就是嫌弃这珠花不贵 又得捞人画伴 无奈之下只能先带着 想着回府之后 寻了二姐姐说说这个事 看怎么处理 于是白燕宇不再抗拒 只是又冲着叶娇美俯了俯身 多谢表姐厚爱 如此我就带着了 回头定寻了回礼送到叶府上 叶娇美乐呵呵地点头 对嘛 这才是我的好妹子 好好带着 表姐要去摘花了 你也多采些花 一会儿好好捧茶 眼看着叶娇美离开 白燕宇想 今儿这人是吃错了什么药 她不知道叶娇美吃错了什么药 白珍珍也不知道 只是看到叶娇美给白燕宇 插了个珠花就走了 于是心里纳闷 撇了一众姐妹 朝白燕宇走了过来 一见她来了 白燕宇心里总算落了底 赶紧拉着白珍珍 把刚才的经过小声说了一遍 然后哭着一张脸道 你快给我分析分析 那叶娇的小姐究竟什么意思啊 咱们同她真没有什么往来啊 且叶娇一向看不起我们国公府 这会儿怎么又巴巴地跑来认签 还给东西 这完全不是叶家的风格吗 这珠花她形容的那样贵重 光是珍珠就有八十八颗 怎么就给了我 说来也怪 白燕宇同白珍珍二人 明明她才是姐姐 虽只大几个月 还算是童年的 且过去的那些年里 她一直以姐姐自居 也没觉得怎么不对 但如今自从跟了白赫然 同白珍珍接触也多了 这才发现 这个四妹妹 别看平常没个正经的样子 只知道花银子买东西炫富 可实际做起事来 却也是有板有眼 不说比二姐姐强 比她这个三姐姐可是强多了 所以一来二去的 白燕宇就收了自己 装姐姐的一颗心 甚至都想跟白珍珍叫姐了 接着出了这事 也是希望白珍珍给拿主意 一见人过来 她才松了口气 白珍珍见她又要去扯珠花 赶紧把她的手给按了下来 还示意她别停脚步 一边走一边说 而走的方向 也是奔着白鹤染去的 姐不管她怎么想的 这珠花既然带在了你的头上 你就万万不能 这会就往下摘 没看刚才那夜娇妹 说了一番话 其他人都是一副 看出你俩姐妹情深的样子吗 你要是这会儿就摘下来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会有人说你矫情 说你不成表姐的一份情意 白燕宇点点头 嗯 我不摘 可心里始终不脱底呀 不脱底就对了 白珍珍望的珠花上瞅了一眼 还凑近了鞋用鼻子去闻 自从她管着金生格 整日里闻着药材味 似乎这鼻子还比以前灵了 再加上她整日往念西院跑 二姐姐调配的药膳她总跟着吃 感官上真的是比先前进步了不止一小截 这一闻就闻出问题来 好像这珠花有一股子甜味 闻着像是蜜 白燕宇却不太懂 她刚摘下来的时候我也闻着挺香 但想着女孩子家家带的东西 沾点香味也是正常的吧 以前我姨娘爷总鼓到蝎子腔料 弄得满头满身都是 得了 别听你姨娘 白珍珍顶帆里姨娘整的那些香 红氏说过 那可不是什么好香 是为了吸引男人注意的东西 这珠花上的香不一样 不是香 是甜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 咱们去问问二姐姐 万一有什么事 也好让二姐姐拿个主意 两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奔白赫燕去了 而此时白赫燕正在用指甲 小心地掐着一节花枝 愣若男在边上看着劝着 这些事情让丫鬟做不行吗 人人都知道好守护着指甲 偏偏就你一个不在意的 非要自己弄 我跟你说 女孩子的指甲要不护好了 可不好看 白赫燕斜了她一眼 我又不止着这个找男人 好不好看能怎样 愣若男是服了 行了行了 知道你得了好亲事 用不着像我们这样 每年折腾个百花会来展示自己 再得些好名气抬她身价 你这种已经被人定下来的呀 最是有恃无恐 不过 你那个三妹妹都是挺抢手的 白家和叶家小辈之间的关系 何时处得这般好了 白赫燕冷哼 好吗 只怕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没安好心 说完 转头去看走过来的两个妹妹 目光盯在白燕羽的珠花上 欲发冷宁 二姐姐 两人终于走到这边 却没直接说珠花的事 白珍珍乐呵呵地说 我来帮你摘花 你也帮帮我 我是少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摘哪一朵 说着便凑近了去 一边装模作样地摘花 一边小声道 姐 看到三姐头上带着的那串珠花没 我闻着有一股子甜味 像是蜜的味道 白黑人点点头 人刚一走近 她就借着风闻着了 却也不急 只招呼白燕羽过来 一边翻看立春篮子里提着的花 一边将自己摘出来的几样 又给添进去 这才到 表姐给她便安心戴着 我瞅着这串珠花 用的是上好的珍珠 不比珍珍衣裳上坠着的那些差 白珍珍切了一声 那叶娇美说是去年 圣神收到的贺礼 很是当宝贝一样 也不过就是些 跟我坠衣裳上的珠子一样 当谁稀罕 白燕羽听得择舍 你是不稀罕 可这些珠子我别说带了 从小到大 除非你经过我身边碰着了 否则我却是连摸都没摸过的 白珍珍切了声 想摸 回去送你一下子 让你摸个够 不过你脑袋上 现在不是也有了吗 既然二姐姐说 让你好好戴着 你别安心戴着就是 我瞧着那些珠子 橙色真不错 大小也匀衬 应该能值个千八百两 白燕羽张大了嘴巴 值那么多 白珍珍又是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眼神递过去 这算什么 我屋里的珠花 哪个不是几千上万的 就这种千八百两的东西 那夜娇们也好意思 说是生辰礼 她娘就给她这种玩意儿 当生辰礼 这摆明了 就是特地准备出来送人的 顿了顿 又道 或者说 是准备出来害人的 白燕羽的心又提了起来 带着真没事儿吗 害人是怎么个害法 该不会下毒吧 白赫然实在听不下去 这两人说话 开口道 放心 没有毒 只不过尽了花蜜 咱们现在是在山谷里 越往深处走 花开越盛 这种尽过蜜的东西 说不定能引来蜜蜂 白燕羽一哆嗦 引来蜜蜂 东西又在她头上 那岂不是要被遮个满脸包 白赫然问她 我之前给你的荷包 一直带着吗 白燕羽用力点头 带着的 一直随身带着 就是睡觉的 要放在枕头边 嗯 那就好 她又开始往前走 那便安心吧 不管引来什么 都伤不到你 只一句话 白燕羽便真的安下心来 至于有没有蜜 隐不隐蜜蜂的 她反正是完全相信二姐姐 就算蜜蜂真来了也不怕 人群又继续前行 其间还有不少小姐们 一边走一边吟湿 还有捧场叫好的 更有人说 这片山谷让她有提笔作画的冲动 冷若难怕她真要在这里 现场画起来 那得耽误多少功夫 于是赶紧劝说 先用眼睛看 带到了庄子里再画不迟 说话间就走到了山谷里花开最繁盛之地 一直贯穿整个山谷的溪水 也在这一段最宽最深 冷若难告诉大家可以在这处装水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西边装就行 里头最深的地方快有半个人稿 实在是有些危险了 然而 还不等人们去装水 便有人一了一声 扬声吻 诶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人们安静下来 很快就听到有嗡嗡声 不知在何处环绕着 有的小姐开始害怕 这听着 像是蜜蜂的声音 这山谷里怎么会有蜜蜂 冷若难简直佩服她能讲出这样的话 山谷里怎么可能没有蜜蜂 这人该不是傻的吧 这话一出 一众娇滴滴的大小姐更恐惧了 有蜜蜂怎么不早说 有蜜蜂为什么还安排在这里 我们要是被蜜蜂遮了可怎么办 冷若难都无语了 哪一年的百花会都安排在郊外的山地 都是百花盛开的地方 有花就有风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还用说吗 难道去年你们没见 前年你们没见 那位小姐许是真害怕了 惊识到 去年前年我都没来 我是今年被退了婚才来的 这句话算是稍微解了紧张的气氛 有不少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可也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他们看到的竟是有一大群蜜蜂正向白燕羽飞 正在白燕羽的头顶上方不停地盘旋 哎呀 在那里 你们看 有人指向白燕羽 果然 蜜蜂都集中在那一处 像是在寻找什么一般 一时间人们纷纷退后 是能离白燕羽多远就离白燕羽多远 甚至有人恨不能跳到溪水里去自保 因为他听说蜜蜂遮不到浸在水里的人 大家好 我是本书男主播陆青竹 水平有限 不知道演绎的角色是否能让大家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一份关注哦 十分欢迎来留言吐槽 主播很重视的呢 感谢观看